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Richie 我是Jessica 這是MIHK的新節目叫做《心靈樂章》的第二部分 就是每一次 星期一次 有一個小時後的 前半部分是講演樂的 後面那半個小時我們就講 心理的題目 有關心理學的東西 這裏是一個很漂亮的草原 草地 這裏非常適合捷徑 玩拋 其實我只是住在這裏旁邊 這裏 鱷魚問我 有甚麼草地景 我問這裏很適合 有甚麼人 是啊 很舒服 可能我們第二集都會在這裏跑公司 好啊 不過冬天就不好 冬天會冷 很大風的 嗯 OK 那這裏是這個節目的第一集 也是第一集講心理 是 我剛才在做音樂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定義了甚麼叫做音樂 在這裏我先定義 甚麼叫做心理問題 好嗎 好 因為心理有問題 基本上是個人都有的 但是每一個心理問題 都是問題要看醫生 是不必的 我們現在先舉出一個 香港人最多的問題 都不是全香港的 全世界 現在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在幾年前提出來了 他說 抑鬱症 將會在未來 成為人類第二大殺手 只是略略低於心臟病多少 這是世衛說的 在五至七年前 我忘記了哪一年 很清楚地說過 抑鬱病在未來的十幾十年 最終都會成為人類第二大殺手病 你會很奇怪 抑鬱症 它又不是一種細菌 為什麼會死呢 就因為抑鬱症 它在很絕望一切 它真的會打算去自殺 這是我自己來的 其實Richie我想請問 如果抑鬱症 現在很多人都這樣說 其實是抑鬱症的一種 還是 是情緒病的一種 都是 但是 你說抑鬱症 叫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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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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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極 是 Bipolar 就是這個極 要是這個極 要是這個極 要是如果不是北就是南 不是東就是西 OK 所以 它要是我們叫很Hyper 明白 很勁抽 天下無敵 做24小時 不用睡覺 要是呢 要是甚麼都做不到 很低沉的 很難在中間 這個人呢 我們跟他說 你患了一個 情緒病 叫抑鬱症 OK 抑鬱症 抑鬱症 當然兩個都很常見 香港 香港到底有多常見 抑鬱症 你猜 我覺得 應該 你身邊 你身邊 多多少人抑鬱症 你覺得 沒有人會說出來 但是呢 我自己都不開心 那算不算抑鬱呢 就是 整天很低沉 不開心 其實個個都不開心 如果你不理它 或者處理不到 會的 會變抑鬱的 那我想 十個人裏面有一個 對不對 政府在 好像兩年前 Robin Williams自殺 外國很出名的 一個霞聲 Robin Williams 抑鬱自殺 那時候政府 又略略在新聞台上講過 或者電視台報導過 香港政府承認 香港有三十多萬人抑鬱 這是準確的數字 這個數字當然不準確 政府說的數字是 你去政府院求診的數字 求診的人數 是三十多萬 不求診的 有些是不看私家醫生的 有些是中國人的老問題 你叫我看精神科醫生 你以為我瘋了嗎 我不看 病都不看醫生 不要說有心理病看醫生 個個都說自己沒有問題 心理病近這幾年都好些 十年八年前 基本上都沒有人接 而且政府是在這方面不夠支援的 以我所知 如果你是心理病 即是你已經關了假設 你知道自己想看醫生 看政府醫生 除非他會問你 你有沒有想要自殺 如果提到說 我想要自殺 他就很快跟你排記 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說沒有 你排限地六星期到四個月 但都已經出了事了 可能那個人不開心 抑鬱症 如果那個人真的不行 六星期到四個月 可能只要跳樓 但怎樣也沒辦法 政府是不夠人 在這個情緒病方面 醫療病床只有這麼多張 你再多病 我都幫得到 其實夠不夠醫生去醫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人 還是排很久 不夠的 是不是 不夠的 為什麼呢 我忘記了 或者有個網友 有興趣去支持我 醫生讀完醫 實習三年 在醫院 政府已經實習三年 出來做醫掛牌 心理醫生不止 要實習多久 才可以成為一個心理醫生 我忘記了 一定不是三年 可能雙倍 明白嗎 總不知 如果讀醫生 讀心理醫生 讀醫生出來 要在精神實習的時間 是比普通醫生長很多 變成這樣 很多人不選擇讀心理醫科醫生 我因為試過情緒有問題 所以我後來就讀過 情緒治療師 即高級文憑 我一劈頭上課 那個sir第一句說話 他說你讀科的人 只有兩種人 他一是頭上有肛環 一是病人 明白嗎 聽聽明白嗎 頭上有肛環 就是一個愛心很大的人 想幫人 你想幫人 第二句是病人 你本身是病人 就是病人 就是中岳的病人 那為什麼我會想讀呢 因為我自己試過 講多少我對心理學的認識 我本來不是讀音樂 本來不是讀音樂 本來是讀音樂 你是一個音樂人 都知道我做音樂 但是我93年 離開了一間公司 我自己開 製造生意 我又很勇 七年了 開了四間 香港 台北 上海 廣州 於是東西一大了 你就要聘請多很多人 對不對 那我發覺自己 不懂得做管理人 我忍著做音樂 我不知道搞大了 這麼多麻煩 我覺得自己不夠了 我走去 當時我現在的朋友 他在我拍攝 他有去讀那些 理論 他就跟我說 好玩呀 是嗎 我去讀一下 嘩 真是很棒 跟他學了一輪 consumer psychology 即是消費者心理學 是 讀完消費者心理學之後 我已經覺得 原來懂得心理學 和不懂得心理學 差很遠 於是我當時想 好像有一天 如果我退休 沒事做 再讀書 我一定讀心理學 所以現在就讀了 但是我 都算是退休了 但是我陷入抑鬱 後來三年 重創我這個抑鬱 那我出來之後 就看通很多事情了 當然想通很多事情了 那我就覺得 為了履行我當年的樂意 如果我現在再讀書 我不只讀心理學 我只讀心理治療 因為你想幫人 因為我自己知道 原來這麼痛苦 所以你千萬不要對 抑鬱病的人說 沒事的 這個話絕對不是安慰 你只是想快點死 如果他跟你說 有抑鬱 然後他會說 沒事的 聽起來睡醒有沒有事 大哥 你在害他 那各位你要記住 是啊 你應該跟他說 你有什麼看不開 如果你有時間 有愛心 你說給我聽 打分兩下 沒事的 不用怕 你不說好過了 這句話 老實說他搞得好 他不會抑鬱 難得他肯跟別人說 我們應該要聽他說 是啊 因為抑鬱是我搞不定 OK 抑鬱怎麼來 這樣 OK 我們講兩句 在這一集裏 我們快點時間 講兩句 是 一 抑鬱 OK 抑鬱 不會生血抑鬱 當然我們有一個 叫所謂 生物為傳承 genetic 是 但是 那樣東西 人呢 有兩個可能性 兩樣東西 會認為 第一 突如其來的嚴重打擊 人生上 突如其來的嚴重打擊 可以是財產 可以是感情 可以是健康 OK 他接受不到 第二 長期困擾 什麼叫長期困擾 舉一個簡單例 你 是 23歲結婚 嗯 24、25歲 已經生了兩個上課 26歲之前 是 但是 28歲 竟然 分辨 我要離婚 你沒有離婚 總之分辨 你知道你老公是否有女人 哦 你老公也不說知道你 我認識 怎樣 那你怎樣 當你那時候 你結婚23、24歲 你現在28、29歲 臨著兩個 那你離不離婚 離婚你又怕嗎 是 我的兒子小 那我怎樣照顧他們 我想自己立婚 但是沒有這麼大的經濟能力 我不可以離婚 那不離婚又是對著這個人 我接受不到 又對著這個老公 我接受不到 好可憐 那你怎樣 那你即是 離又死不離又死 是不是 就是有個女人在這樣的個案子 他會覺得 我離又死 我離又死 所以他就屈住了 當然 因為他沒有出路 他找不到Exceed 你明白嗎 我想 要這件事不行 我不可以生回我兒子回頭 是不是 我可以離婚 但我可能沒有對子女 如果再假承老公有些錢 他沒甚麼 沒甚麼特別 他養不起我兒子 那怎樣 他又不想送我給老公 就要忍住 因為他不離不婚 那要笑他又不離不婚 不離不婚 他每天要面對這個老公 可能回到這股鄉 他回到什麼 婚房 很可憐 很可憐 那這個女人 就會逆婚 因為長期精神受折磨 對 要不你突如其來的事 爽咬 或者是 好像我一樣做生意 突然間 金融海嘯 或者是沙士 很多人都會失敗 突然間沒有準備 沒有客人 一個客人都沒有 就失敗了 但是那時候 可能我發了這麼多心血 一波打殘 我接受不了 有很多人破產會跳樓 你知道嗎 有沒有聽過 以前 那時候死了很多人 破產 跳樓 為什麼他抑鬱 我接受不了這個事實 那抑鬱真的很恐怖 是的 為什麼抑鬱會殺手柄 他本身不會殺你 他會令你產生自殺的念頭 我聽完都覺得很 OK 我聽完都覺得很 在這個節目裏面 我願意分享我自己的感受 和我對英文的認識 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士 如果不然我們都不會讀這張文章 不開心記得跟別人說 是的 一定要說 很多事情自己搞不定 如果自己搞得定 就搞定了 是不是 所以你會說 不要千萬別說 沒事的 如果沒事就搞定了 就等於這樣 你身體發燒 發到103度 我沒理由要去上場踢球 但是如果你情緒發燒 那怎麼辦 抑鬱就是等於一個人情緒發燒 他哪有心機去上場玩 我情緒發燒 等於發到104度 很生病 但是你看不到 我們應該聆聽 是不是 我們應該聆聽 不是說叫他 我們一起開心 他開心 他根本都不想開心 基本上真的很影響那些人 你都看不到他 都不出街 會藏自己 我以為做戲才是這樣的 我當時都會 病在房間裡 散散窗 好像在晚上一樣 然後放不出來 你不想見人 我自然不想起床 在床上 每晚都不睡 就是 會想 今晚不如心臟命發 明天不用醒 一醒了 很不開心 想 今天又要休息嗎 又要面對 很痛苦 你起床 都做不到 等晚上睡覺 做不到 那你做什麼 坐在一間房間裡 你沒有興趣 你對所有事情都沒有興趣 那藥物可不可以幫到手 令到自己 回復 OK 我後來的集數再講 OK 我們說這樣 這裡是零 線是零 負一負二到負五 不快樂 正一負五便快樂 OK 我去被檢驗病的時候 他問了一些問題 我答完 他說 你都負四了 負五跳的 張國榮就是負五跳的 那些 三一級 就去到負五 隨時跳 隨時跳 那 醫生知道你的問題 OK 給藥你吃 給他清素你吃 下一集再講 好 好啊 吃了藥 他會把你的指數 拉高 拉到去 最多拉到去 不要開心 最多拉到去 沒有一種藥的世界 吃了很開心 你明白 抑鬱最主要是成因 就是因為你的身體 缺少血清素 是 血清素是腦 幾種主要分泌物的其中一種 其實腦裡有很多化學物的分泌出來 是 但是血清素是其中幾種 一種 那種是調節你的哀傷 就是你人家哀傷 又不喝快樂 你就會傳指給腦 喂 弄些清素 就像我吸毒 這樣 吸毒 你調節自己不開心 但如果你是不停 不停 每天每夜都不開心 怎麼調都沒有用 腦子出得乾了 做不切 明白嗎 就是你不斷地拿腦子做不切 做不切 那你這個血清素的分泌不夠 影響另外兩個人 大家一起不適合 你那個人的感覺 反應就是軟了 就不平衡了 例如怎樣 不反軟沙龍 例如我怎樣發覺 你怎樣發覺 其實 因為不正常 在2009年的年頭 1點鐘 看完新聞 吃完飯坐在那裡 坐在廳上 好像沒有天鏡 突然間你覺得很害怕的心 很害怕的 這叫做Penic attack 你問自己你怕什麼 50歲的人 日光日白 又沒有鬼 你怎麼會怕得很鬼 就是因為你裡面的荷爾蒙失調 它產生一些東西 本來你怕才有感覺 它自己散發出來 腎上線上升 你控制不了 是 你玩過山車 玩刺激的東西 你馬上說 哇 我腎上… 吐不了氣 我腎上線上升 可以被很緊張 身體開始準備 是 你控制不了 如果你不去玩這件事 身體是不會這樣的 這個就是 你如果不明白 我不明白 我的分泌對我什麼影響 腎上線上升 腎上素上升 是嗎 就是你臨玩過山車 臨玩一些很刺激的東西 你會說 嘩 你了 你了 如果他很不開心 帶他去玩一次過山車 可以嗎 就是讓他平衡 或者讓他的東西沒有那麼亂 真的很憶鬱的人 什麼都不想做 我再說一個真實個案 我看書 後來林健明 香港的延山小姐林健明 林健明 他經歷經歷 後來他寫了一本書 他說 我想去自殺 但是我自殺得太懶 要起來擦洗臉 又要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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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店裡買藥 這麼麻煩 就不死了 到最後他決定不死了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 他在他身上什麼都不動 所以為何 如果情緒病到這樣 你會看醫生 如果你的情緒病 是不影響很多人的 個人都有 我再說差不多事 另一件事 潔癖 很簡單 很容易明白 如果你的小姐 Jessica小姐 你有潔癖 但你的潔癖 只是維持在家裏做 你家裏都是一塵不染的 你老公和媽媽 一起住那天 為何跟你住人 是接受你這個行為的 不出聲的 有得你潔癖 那我就正常了 你不是正常 你也有心理問題 我也是有問題 但你的心理問題 沒有影響別人 他們接受了 但如果你有潔癖 那些是嚴重到 我一走出去茶 喝茶 然後那些桌子 不行 那些人有大量的黑癡 不行 我要消毒你的桌子 我走過去擦她的桌子嗎 我附近桌子 我要過去擦一擦 那些桌子 那就 那些潔癖 這樣 你就會騷擾別人 影響別人 即是你的心理問題 向外延伸 影響你不認識別人 那我還要看醫生 那你要看完 如果你是自己的潔癖 我只藏在家裡的潔癖 我沒有逼別人出現 那你的心理問題 都是心理問題 但這個心理問題 我們接受 你不用客氣接受 但你去到 要別人陪你 這樣做 要別人的事 沒有人授權之下 那你已經很有問題 你這個心理問題 一定會看醫生 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你究竟是逼別人去做 還是你自己做 可以留意一下 逼別人去做 有時不是心理問題 只是教養問題 是嗎 但我說的 例如潔癖 很明顯是心理問題 就算 你要明白 有些人都不是天生潔癖 可能是後天 令到他自己 逢是這些事情 甚麼收藏 女人還有一件事 是女人才有的 男人少一些 確密狂 是的 我也想說 買東西 失戀女人受不住打擊 不斷買東西 最後結尾 錄到賺不到數 於法庭判她 不可以看心理附圖 其實失戀也是可以買東西 失戀是一個打擊 是的 我不是跟你說了 這一點來 你一個重大打擊 人生對於你來說 可能你覺得失戀沒事 但她可能沒有大件事 是吧 所以做心理輔導 或者做這學人 我們要有一個 同理心 英文叫Empathy 即是你要懂得 代入別人的區 不要說你沒事的 這樣 她當然有事 她沒有事 她沒有事就來找你 是的 Vitchy 我想問問 我好像聽過一條粉腸 在心理學校很出名 好像叫佛洛伊特 其實是誰 我只是這樣問你 這條粉腸很厲害 真的嗎 不過很多學說 都被人推翻了 是的 心理學 以前不是很美 心理學之前有甚麼呢 就是有哲學 大家只是用哲學 但佛洛伊特 他是一個 好像是瑞士人 他在特朗大話 喜歡說英文 英文名叫Sigmund Freud 是 他現在給現金的人 推送他 是心理學之父 但其實之前已經成為心理學 但他可能是第一個 將他變成了心理學 即是大學工業 收睹 大工學院 變成心理學 他的理論 很多都是同性邪良關係 為甚麼呢 他要明白 他的背景是 維多利亞或維多利亞連續 那個小人是很保守的 是 沒有人可以公開談性 所以他認為很多人 太厲害了 所以就有問題 佛洛伊德 有一個很厲害的理論 就說 人是有三個部份構成的 是 第一個叫 Eat ID 即是那個人的原始慾望 好 就是賺錢 賺東西 即是原始需要 原始慾望 這個就是他的ID 他有一個對手 另一邊 那個叫Super Eagle 超自我 這個Super Eagle是甚麼呢 專門管道德守則 喂 你這樣不道德 這樣不可以 他的對立面 這個想賺錢 想賺東西 想佔有這類人 這個不行 這樣坐牢 你明白嗎 所以這兩個部份 是經常打架的 這個想按 按這個按 或者這個太惡 或者這個太惡 都會產生問題 你明白嗎 如果這個太惡的話 Eat太強 這個人是甚麼可以做的 煩一煩都做 甚麼都做 如果這個太強 沒有朋友 所以他甚麼都要求這麼高 全部都道德高地 如果說話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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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覺得沒有人 這些人很煩 所以兩個極端 你都很難回答 他自己也知道 是 Floyd說 所以這兩個人打架之下 他生了一個經理人出來 我叫Ego 即是你現在 即是你現在所做的 其實你是帶有 Dark 你可以說 Eat是Dark Side 魔鬼 OK Uber Eagle是神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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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轉了 我就不是用錢去量度 明白嗎 即是我再出去跟朋友喝酒的時候 我又換過這班朋友 是這樣高的 那班人跟那班人高一點 他們很會 你這樣做人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Skima 是 好嗎 佛洛伊德的理論到現在 都繼續延落現今 所有學派都用 都會用來做短診 Diagnosis 你可知道人們為何會有這樣的問題 他們就會用Fly那套東西去評估 盤他的童年 很有趣 盤你的童年 看看你童年發生了甚麼事 而導致你會有一個問題 但為何大家認同呢 因為你不能否認人出來做食人之前 你不是先經過家庭和學校教育嗎 是 是 是 那你知不知道在那一段時間 你被人發了多少東西 你的思想到 是愛智的 這件事不停折迫我了 每個人都是一個電腦而已 最初生存空白格 有一個行動系統 但沒有應用程式 嗯 是嗎 你出來做人大了 媽媽教你 這樣很頑皮 這樣好 這樣不好 是不是放一些應用程式 到你長大了 時你把所有的應用程式 都把所有應用程式都放出去做人 但問題是 別人放了甚麼應用程式 可能有好又不好 是啊 有些是好心做壞事 家庭教育也有好 所以你要將來要識分 為何我們經常猜到一些 很多人都灰後生意 我講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你一個獨立思考 你沒有別人說 你就相信 或者別人叫你相信 你就一定相信 或者叫你不要相信 你就跟不相信 你想想先 那不如我們下一集再講一下心理學這個問題 好嗎 今天的節目都差不多了 OK 我們下一集再講 今天多謝Vicky OK 多謝你Jessica 好 謝謝 謝謝 這裡下次再回來 幾個環境啊 球長